哈喽,大家好,我是瑞甲 这是一个全新的企划 我打算采访不管是台湾人 还是日本人 还是外国人 在日本生活的一整天的记录 去探索各个职业 还有他们实际上在日本过的一天是什么样子 我从拍影片开始就一直在想 我可以给观众带来什么 还有我要怎么样可以提供更多面向的日本给大家 想了很久之后觉得 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那我可以采访不同的人 那就是不同人的故事 那这个系列的影片呢 都会深入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那如果你也愿意成为我拍摄的对象 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的话 都欢迎一天写说明欄的表格 那之后我可能就会找你哦 那这支影片是这个企划的第一集 叫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位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台湾留学生 他是怎么同时兼顾学业还有他的打工 以及他为什么要来日本 早上八点 我来到早稻田车站和妹讲会合 嗨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而且现在好早 我发现这里很多外国人 这边我刚才连便利商店里面都很多外国人 然后你就会时常听到就是中文啊英文 早稻田真的是 路上随便都是外国人 其实真的不稀奇 我们过马路 好 妹讲是台湾人 一年前来到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的别科 现在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 宿舍距离学校很近 有提供早餐和晚餐 对在外求学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最安全安心方便的选择 他们是只有很多Canvas啊 有这边我也是Hongkang 然后另外一边有沪山 然后在更远还有索泽 所以就是分好几区 这里几乎都是文学 另外一边是找到田是理工 然后要去的话通常大家都是坐接驳巴士 不然上课一定迟到 所以还有人要这样Canvas 有有有真的有 就觉得他们这样真的好辛苦喔 而且他们好像还有修外系的课 选修 然后我里科那边的学区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我觉得文学院的学区根本长不一样 好多彩多姿 里科好暗淡 我们那边也有这样的都市传说 因为我们那地方在港区 就是我们那个中间的Canvas 然后就是东京铁塔啊 是日本最时尚的一房间 对对对对 附近是六个人很想的 所以就有人说 就在这个Canvas上课 你一定要打扮你的时尚 就是老师们都这样讲 老师们都这样 我觉得感觉学校都会有这种传说 就是哪一区的学生特别怎样 特别怎样 然后我们老师还会说 找到田的男生就是很 很壮很粗犷什么那一种 就是那个如果他讲到KO的男生 比较是服饰常态的这种类型 然后找到田是那种壮壮的健美男生的感觉 从宿舍走到学校差不多十分钟 拍摄这一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是整个礼拜 魅奖行程最满的一天 从早上九点的第一堂课 到下午两点半的第三堂课 接下来还必须去打工到晚上八点 这里是我们图书馆 找到田的图书馆 这是蛮大的欸 里面应该有一些台湾的报纸 有 就其实很国际化欸 我觉得 尤其是找到田吧 找到田应该算是日本最国际化的学校之一 他去年调查还是日本第一名搜罪的外国人的学校 那你会推荐其他人来念找到田吗 你自己念一念觉得 我其实觉得蛮推荐的欸 找到田对外国人的一些帮助措施 什么日本日语的教学也都做得蛮好的 而且找到田在日本里面就是打国计划嘛 这样子的话他们的学生也会觉得说 我跟外国人在同一个校处里面 他们会觉得是Hokori吧 对对对 会觉得有点开心 而且其实说真的 大家都觉得日本人那个 英文口音不好 但其实找到田 大家日本人的英文都讲得超好的 真的假的欸 真的完全没有口音的那种 我自己听到都瞎了 好厉害喔 其实我本来是觉得日本人的英文不差 他们只是比较不好念而已 他们只是口音的 对对对对 可是他们在这里我遇到超多个 英文完全没有口音 然后很顺 我每天在上课 我一个来看完全跟台湾不一样 然后大家都是重机重机 挡车重机重机 真的欸 是重机欸 真的 其实老师也很多外国人欸 喔真的假的 日语课还有一个韩国人的日文老师 我同学还是有那种 从海外归来的日本人 然后他们就是其实讲话都没问题 但是他们就是写 然后还有看汉字 还有汉字的读音他们就不太会 所以他们还是会来上日文课 你第一堂课是什么 那种社会中的口语去学文化跟价值观 好有趣 老师就问说 那你们社会中有没有这种语言 然后就是你在你看来 你觉得这个词会代表了什么意思 或是对日本人可能其实有什么想法 去揣测一下 好有趣的课喔 嗯嗯嗯 妹讲说她最喜欢学校欧峰的建筑 这个超漂亮的 看这么漂亮就是上课 会不会太享受了 每次来学校都可以重新燃起动力 这堂课以上是上几个小时 以上是上1.5小时 中间没有休息 日本跟台湾这一点差很多 他们真的很长 你们上课的时候桌上可以放水吗 我们可以放水 我们那时候是规定不能放水 尤其是就职的时候 他们觉得你放水在桌上 是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 我要先去上课 加油 妹讲上课时 我自己一个人在早大里面探索 还看到了很方便的雨伞干燥机 你们老师是晚下课啊 因为我们刚刚最后在写对话的纸本写报告 所以突然比较晚 十点半一下课 妹讲就要赶往下一堂课的教室 由于下个上课地点在校门外校中的关系 她笑着说老师只要晚下课 她就必须全力冲刺 我一开始听到上课地点在校门外的时候 吓了好大一大跳 你下一堂课是什么 明明是留学生center 可是我下一堂课要打ASA 要打出你来日本之后 你就觉得你留学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然后要写成一片ASA 在妹讲上课时 我也参观了一下早大的留学生中心 在自由翻越越览区 摆满了海外姐妹校的深情简章 留学还来的学生心得 真不愧是日本的私立名校 另外也有许多台湾的姐妹校喔 因为学校会做Cascale 就是已经快有比赛一定会出 早庆站她也有出 妹讲午餐都是来学生食堂吃饭 学生食堂便宜又好吃 还会随着季节更换菜色 是她每天的小期待 我们现在来吃一楼的食堂 有其他楼层是卖别的东西 对对对 二楼都是面 比较多 然后还有饭 碰饭 然后二楼的话 我推荐 肉酱 意大利肉酱 好吃 你推荐最苦的东西 可是 我觉得真的是好吃 味道真的好吃 味道真的好吃 大家可以来吃看看 学生食堂一楼是自助餐 可以拿自己想拿的菜色 也比较好控制一餐的价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我再来一楼 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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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已经去拿完学餐给大家看 我拿M size的白饭 还有两根春圈 还有甜点 还有这个烧肉定食 全部够550日元 超便宜 你在外面不可能会有这个价钱 因为一整天到晚上 上班真的太累了 中午必须来喝一罐咖啡 每天喝一罐其实这样消费很高 所以我自己去买了三香那种 真的假的 真的当菠乳很重的三香 放在房间里面 你好像日本上班子 真的 还蛮好喝的 我原本没有想要来日本 然后其实我 学日文也是大三大四之后才学 那时候就是想说有交换的机会好 那就去日本 反正生活习惯比较近 嗯 就是交换完 回来之后想说 好吧 我既然都学了 那就学得彻底一点 反正之后想说 那就做日文 跟自己商业行销相关的工作 那就一起做 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想说 感觉这个程度还是不太行 所以我就想说 那就 就 为了这个 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飞过来 虽然真的很辛苦 但是 就 为了自己加油 这样子 还好我家人算是很开放支持 因为我在讲说 我要做什么事情之前 我自己会很犹豫 他们也知道 我是思考完很久之后才会讲 所以他们就很支持 你想做那你就去做 就是你累的时候 你还想着至少有人是支持你 他的选课真的是很自由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我来之后除了上课 我自己还想另外去找工作 或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 那我就去找一个 排课可以比较自由 我两边都可以 课业跟工作什么 可以兼具 这一堂是什么课 这一堂是个案探讨的课 我们有一本书是 写了好几个个案 个案他们有很多听 说你怎么想 现在你的立场 你会怎么思考 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就大家 开始一直讲讲讲讲讲 我发现找到点的课 很多是这种 促进独立思考的 真的真的真的 就大家想的都不一样 就蛮有趣的 拜拜 上完下午第一节课了 接下来要去打工 妹讲星期三 上完整天的课之后 要赶往位于原宿的抹茶店打工 要先从学校坐巴士再转电车 今天跟到现在真的是一刻都闲不下来 就是早庆站或是早明站 音乐团是在观众席的前面 然后就是带着大家喊口号啊什么 然后还唱歌 感觉自己也融入了 哇塞到这个大学里面 很有凝聚力的感觉 我就觉得 我也是找到田的人 这样子 就会突然有一种 归属感的感觉 就觉得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我最近听我朋友说 有彩虹大游行在日本 从澀谷到新宿 然后就看到操作店 很多都挂着彩虹旗 然后这边也有 下午三点半 开始在原宿文抹茶店 跟Macha Tokyo打工 详细的地址我放在说明栏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光顾一下 看看可爱的妹讲为她打打气 妹讲将课都集中在星期一二三 星期一二从早上第一节课 上到最后一节课 星期三四五六安排打工 她将自己的生活填得满满的 她跟我说 既然来了 我要把每一分每一秒 都用得值得不后悔 讲完后又害羞的笑了笑说 但星期天是例外 实在太可爱了 看着她用流利的日文节课 和同事相处 也让我觉得很感动 �长好些 都在订阅上 稜热眼神 只好看着 像是订阅 一些原作业或社长 和一іс 仁 average 像是日本人 是香港人 中国人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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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正接近 会 sans纳定 台湾 英語 是。。。 是很多的 这些白样 有種確實性 確實性很高 大家也會有帶領的 所以我真的要帶領 很多水庫都喝了 統統抹茶 很棒的抹茶 對方的健康和美容 也希望你們多喝一杯 請你多在台灣 店長後來還請我喝了一杯抹茶 明明是我來這裡打擾他的員工 真是不好意思 接近八點下班時間 妹獎也開始做店面的清潔 準備下班 我覺得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就是有點 把這件事情看得很簡單 但其實我本身就沒有覺得 留學是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真的是你不體會 你很難去了解當下的感覺 就是真的是你來的時候你才發現 雖然你原本就心裡準備說會很困難 但是你發現是很多事情 都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然後有時候就其實會覺得說 啊我是不是當初不該來啊還是怎樣的 結果開始破壞自己 是我懷疑啊 對就是懷疑自己做的這個決定 是不是錯誤的 然後但是其實 那時候就是你要克服這個 你心裡的想法 就想說 你就既然來了 你就給自己一個機會 就可能你以後 說要來 你也沒有這個機會來 就想說 你都到了 就撐下去 做下去 搞不好 會有新的改變啊 就是 你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這些都是 很難得的機會 我覺得跟我一樣耶 就是 自己改變最大就是 學會和自己對話 就是會去聽自己心裡的聲音吧 然後 比較容易自己去消化這些情緒 也不會去把這些情緒發泄在別人身上 不要 自己設一個框框 把自己束縛住 有新的事情你就多去嘗試 然後 真的要去多多認識其他人 因為你這樣才會有 你新的刺激 新的發現 就或許這些新的東西 會讓你 有不一樣的想法 才會讓自己成長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不要 給自己設限 這蠻重要的 首先就是我們自己 不要去擔心說 可能別人不想跟我講話 然後我覺得 跟日本人聊天 有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是 你要讓他覺得 你對他有興趣 就像是 日本人來找你聊天的時候 他 通常都是先從問你問題開始 對對對 就是不會 講自己的事情 然後 但是 彼此要交流嘛 才會有更深的關係 所以 如果說 比如說今天日本人問你說 欸台灣 你們都 台灣盛產什麼美食啊 因為台灣是個怎麼樣的國家 然後你就可以問他說 欸那日本是怎麼樣 對對對 就是 讓他去講話 那他們就會很開心 嗯 我覺得這一點蠻重要的 真的真的 好 那我們就謝謝妹講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第一集的在日居住的 一日追蹤的企劃 那就像我開頭說的 如果說 你有想要讓我拍你的一天 還是說你有什麼故事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 你就歡迎在說明欄的連結 填寫幫名表 我就可能會去拍你喔 聯絡你這樣子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大家再見 所以你做報名表了嗎 沒有還沒明天做 沒有還沒明天做 我以為你已經做了 沒有 像說直接講出來 我以為是已經做了 沒有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沒有我這個人就是這樣